很多人都會問是否所有尖指合適讀醫 我會覺得最重要是你覺得自己是真的喜歡讀醫 那你就合適了 因為你喜歡讀醫的話你就不會怕辛苦 又是我們妙手人心的節目 我是湯偉聰醫生 Morris Morris 今天我們繼續有陳家亮院長 中大醫學院長接受我們的訪問 陳院長 Hello 湯醫生 你好 我們今天說的話題就是想說我們年輕人 很多年輕人都很想入醫學院 但醫學院是否真的很難入 很想啊 我想直接流口水 醫學院是很難的 因為香港只有兩間醫學院 想讀的學生很多學額有限 所以往往一些成績很好的學生才能進入 那經常人都笑話尖指尖指 那很多人都會問是否所有尖指都合適讀醫 那我會覺得呢 其實最重要是你覺得自己是真的喜歡讀醫 那你就合適了 因為你喜歡讀醫的話你就不會怕辛苦 辛苦對於你來說呢 只不過是一些關口你要過 有些人會擔心 我不知道自己是否適合 其實我們大家都知道 醫生醫學是五花八門的 你由出生入死去到戰場做無國計醫生 以至到你躲在辦公室內做行政工作 都是醫生的工作 其實一個範疇是很大的 很多人以為只對著病人 每天做手術 其實醫生很多人是不用見病人的 很多人不只是做手術 很多人只是靠講演就可以了 很多人是靠在看軒微鏡 有些甚至乎不見生人 只是見死人也有 但其實我認識很多家長 第一件事說 不如賺錢 那些犯罪賺錢 那些為了賺錢而努力 那些不行 Morris不是 我經常很羨慕律師 經常看見電視 律師拿著一杯酒喝 即是駕駛車 我完成了節目 和你對家坦 Morris 回到這個問題 哪些不適合讀醫 如果他告訴我 其實我沒有什麼興趣 爸爸媽媽叫我 說我成績有多好 那些要三思 因為你自己不是真的想 不是真的有個喜歡 你讀得很辛苦 即是為了錢也不應該的 我覺得為不為了錢 如果你純粹為了錢 你也不會讀得開心 因為慢慢地發覺 這個世界很多東西 是賺更加更加多錢 不需要那麼辛苦 或者沒有那麼多險 因為你面對病人 要負很多責任 不值得的錢 如果你去面對一個考生 即是收不收他 入醫學院做醫學生 你自己通常有沒有什麼 你的特點 有沒有什麼看那個人 怎樣你才選一個 即收他做醫學生 敢說 我是一個醫生 我不是一個上士 如果我會看相 20分鐘可以決定 誰行不行 我就發達了 我不做院長了 反而我會趁那20分鐘 跟他聊天 感受一下他 其實是否真的喜歡讀醫 其實那些小孩很真的 他不會去騙你 大家這麼多年 騙不到你 你感受得到他 有些小孩跟我說 其實我想打網球 我想去外國讀書 但媽媽說真的要讀醫 那我問你會不會有些興趣 或者進來你會培養到一些興趣呢 他也有些小孩 真的有些小孩 那這個小孩 可能真的是爸爸媽媽 逼他們去面對 但我很好奇問 其實中大每年有多少人報讀 那是否一個人都有機會面試 其實報讀的人真的很多 多到的地步 有時候我們首先第一件事 沒有辦法 一定用一些成績 做一個分水嶺 先的 我不是說成績不好的人 他是不合適讀醫 不會將來做好醫生 或者成績好人 一定是好醫生 但是呢 我也有一些客觀的標準 對大家有個交代 起碼達到某一個最低限度的成績 但達到成績來說 其實都不容易的 都平均來說 拉運差不多十個才有一個 可以進去讀書 那十個你就要去面試了 要去面試 要去面試好幾個月的時間 但我都… 那有沒有一些成績好到你都 我不面試了 我要你了 還是個個都不面試 我們個個都要面試 亦都曾經見過一些 他成績真的很好 但跟他談完之後 我們都給他一個建議 其實以你的人才各方面 可能其他科目適合你多些 那即是你隨時成日 就要去面試了 全日和日日 和面試好幾個月的時間 例如我們由去年11月開始 現在都不停面試 那你個個都參與 還是不一樣 沒有那麼多時間 但我班同事 再找到很多不同的 這個友好 醫管局 或者其他 例如湯醫生 那方面的友好 來幫我們忙 因為不可以 只是醫學員一班教授 來面試 我們要多些不同界別的人 用不同的角度 看看 究竟這些小孩子 將來 是否做到我們想要的醫生 那回應一下 Rachel說 大概有什麼答案 你會覺得 這個人是 那有什麼 即是沒有一些 沒有一些摩托的答案 其實公屬我們問的問題 第一 我們不會問書本問題 會問你中學 那些讀的 Physics 不會的 大家不需要再讀那些東西 反而我們會問 第一 為何要選擇醫科 這些好像很老套的問題 但你答的答案 是一些念書的答案 還是你隨時 一個真心的 我們感受得到的 我當時其中一件事要做 就是捐血 要捐血 告訴別人 我捐血 現在我覺得不是 那些人 現在我們沒有問這個問題 這些叫刁蟲事件 有些學生會去醫生 或醫院做一些讀中學 或者醫科的時間 去做一些實習 你覺得那些對他們有幫助嗎 其實那些唯一的幫助在哪裡呢 當我們問到他 你覺得現在香港的醫療體制 香港醫生病人之間 你覺得問題在哪裡呢 你覺得 除了問題在哪裡 有什麼辦法 你覺得可以解決問題呢 可能這一方面 有些認識好一點 有些可能 完全不明白 香港整個醫療制度在哪裡 問他香港 怎麼算好 現在差些什麼 不夠醫生 那你覺得 要這樣解決問題 請多些醫生 沒有想到 明白深一點的問題在哪裡 那我好奇想問三件事 那種族有沒有說 有多少是華裔 非華裔 外國人 第二有多少是 本地的畢業生 或者是外國的畢業生 回來搶這些位置 另外內地和香港的比例 大概有多少 好 第一個問題 好問題 如果是少數民族 其實我們醫學院 應該是一間很前衛的醫學院 我們是收最多 本地的香港人 少數民族的人 每年都收不少 因為你想想 他們都是我們香港人 為什麼要分他們膚色 其實他們很多都是要照顧 他們自己半島不同種族的人 對 第二個問題 究竟幾多是本地畢業生上 幾多外面回來 不論本地或者外面回來 其實一定是香港身份證的 我們每年都沒有定額 舉個例子 以去年來說 我們大約有七成是本地上 三成是本地學生 去外面讀書回來 你說會不會有些 不是香港人 不是香港身份證 都有 但是少 一年或者有一個 或者隔年才有一個 為什麼那些有優惠呢 如果是這樣 為什麼可以讀到香港的 正正他們就沒有優惠 因為香港記住 所有大學 都是本地政府給錢的大學 所以第一個條件 一定是照顧本地的學生 哦 明白 有沒有一些學生讀不上的 一路讀下去 就是會離開醫學院 其實今時今日都還有一些 這些學生 他們讀不上 不同於我們當年的原因 我們當年就被人鼓得辛苦 頂不順 那你成績不夠就離開 現在那些學生 其實每個人都很聰明 都很聰明 但是反而他們 讀到差不多 一年兩年 覺得自己的興趣 真的不是那裡的 慢慢地告訴你 其實當年都是 爸爸媽媽的想法 多於自己的想法 我有個同學 他很聰明 他讀了第一年之後 他說 耶魯大學 收他讀音樂 他一直都是學校音樂 不知道香港什麼代表 然後問我的意見 爸爸媽媽不給 然後我跟爸爸媽媽說 你看闊一點 給個小孩 雖然你的兒子 入歷時是狀元 狀元 但是我覺得 為了小孩的緣故 我都應該給他 終於去了耶魯讀音樂 我也有一些這樣的朋友 他讀完醫學院做了醫生 之後就去了莫斯科 幾年時間 彈琴 現在不再做醫生 繼續彈琴 可能他的生活 甚至可以說 捉琴見肘 他跟我說 買個耳機 想想多久 多少月措施 才買到一個漂亮的耳機 他仍然有自己的理想 他仍然會決定 不做醫生 做他現在教琴的工作 真的有 引伸到我想問一下院長 很多時候 有人說香港的世代之爭 因為不同世代的價值觀不同 過往從文化分開 X世代 Y世代 千A世代 價值觀 其實剛才Richard舉的 真的截然不同 其實你剛剛 每天接觸年輕人 但你自己本身也是中年人 你如何感受到 年輕人和我們中年人的世代 其實我們要夾在中間 我們跟我們的長輩說 一整天生氣 你怎樣教那些小的 那些小的好像廢青 那些小的跟我們說 你都不明白我們的 其實我會覺得 第一件事 平心而論 現在那些小孩子 比我們當年多才多藝 厲害很多 他們接觸面闊很多 再加上互聯網 懂很多很多東西 不能說他們不厲害 第二件事 我們怎樣說他不對 一大程度上是我們造成的 我們給過很多的環境 我們小時候生活艱苦 我們現在環境改善了 我們令環境更加好 他們現在活在互聯網裏面 我們是用互聯網 他們活在互聯網裏面 但互聯網不是他們做出來 是我們做出來的 所以有時候當我們罵小孩子 有時候我們都要想想 有些責任是我們付出 還有多些切身處地 其實我發覺和小孩子 聊得多 又不是我們想做總之那麼差 他想我們聽多一些他的想法 大家換一下位置 互聯網裏面 其實是容易的 其實我在這一節裏面 其實我原本想問一下 究竟有甚麼建議給現在的年輕人 誰知結果是建議 怎樣給我們這些年長 或者中年人 怎樣適應年輕人 這是一個很開放 和很前迷的想法 但我很好奇 就是一句很引引我的興趣 就是要聽聽年輕人說甚麼 一般去找你 遠長遠長的事情想說 他們多數是怎樣看這個世界 這個時代 其實現在年輕人 很幸運 他們是不怕來找我 因為我經常跟他們說 你不是來找我 你WhatsApp我 你來找我 你不需要預約的 起碼他們的放心 他們通常來找我 尤其是個人私人的問題 感情問題 以致對現在很多很多的不滿 你都拿出來說 拿出來談 不是代表答案 但你起碼拿出來說 我們先走出第一步 你說有個這麼好的教授 做自己老師多好 今集我想我們講到這裡 到此為止 下一次我們繼續有陳家良院長 繼續跟我們分享 他的人生經驗